新北市淡水区公所委托财团法人慈徽文教基金会 在今年初举办淡水八景4.0评选争签活动 不只是有办理摄影比赛 活动最高潮则是由民众网络票选淡水八景4.0全民票选抽大奖 经过几个月来的选拔 昨天在护卫义文休闲区也举办了Top10淡水新八景前10名的颁奖典礼 新北市淡水区公所委托财团法人慈徽文教基金会 在今年初举办淡水八景4.0评选争签活动 不只是有办理摄影比赛 活动最高潮则是由民众网络票选淡水八景4.0 全民票选抽大奖活动经过数个月的选拔 昨天在护卫义文休闲园区也举办了淡水新八景前10名的颁奖典礼 让大家选出心目中最理想的淡水前10大景点 并且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到淡水观光 淡水八景不是只是狭隘的做八景而已 石灰团队很有智慧 那他们把淡水的这些美景 那当然就有这三四十万的网络票选 我们规列出八条路线 从自然生态到宗教到相关科技人文等等 一共八条路线 这八景来内最受欢迎的十个地方 做一个受证 那也感谢我们多 包括受证的单位现场来出席 淡水区长表示 拥有丰富历史古迹的自然三河海美景的淡水 2021在水运、铁路、捷运、轻轨的串联整合下 全新的淡水吹起了怀旧风 而且时尚文青的风潮成为休闲观光旅游购物的多元生活新型态 而漫游淡水每一个小角落总是会发现人生的一大惊喜 淡水有很多新的建设跟新的景观 包括过年的时候 那个烟花季 那个到天原宫去 大家都非常厉害 这么是一个天境 不只是天原宫 还有很多天原宫周边的一些景观 也非常漂亮 所以我们基金会跟淡水气候所就合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希望把我们的淡水的绝情都发现出来 然后告诉我们所有的民众到淡水来 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这一次票选的活动包括了 互委、艺文修行园区淡水渔人码头与浮容饭店 淡江大学、宫登教室、红毛城、古籍田园宫等单位都受邀颁奖 而淡水区长表示非常感谢这一次与磁辉文教基金会合作 透过全国民众将近40万人的网路票选 最后整合出8条旅游路线 从自然生态、宗教文化 到相关科技、历史人文、荣业发展等等类型 展现出多元多玩的淡水旅游 记得许多安逸淡水采访吧